發生於武漢的中共肺炎 疫情蔓延全球 已知確診人數137萬 8萬多人死亡 可以說是二戰以後全球最大的災難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表示 再緊要關頭 團結對抗病毒最重要 當全球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後 必須對這場疫情的起源和傳播 以及為何能如此迅速蔓延全球的狀況 做出全面調查 有網友整理了14個疑問 認為中共當局只要回答這些問題 真相就會大白於天下 問題一 為什麼石正麗要研究嫁接新冠病毒 從2003年SARS疫情爆發後 石正麗開始研究冠狀病毒 2013年 在雲南從蝙蝠身上 採集了大量的冠狀病毒樣本後 2019年3月2號 她在國際學術期刊《病毒》上發表題為 蝙蝠冠狀病毒在中國的論文 預測中國將大規模爆發蝙蝠冠狀病毒疫情 論文研究者推論 蝙蝠最終可能將致命的病原體傳播給人 並預測了病毒從蝙蝠傳播給人的方式 即載殺食用野生動物 開展這些研究的理由是 既然存在傳人的可能性 倒不如先人為製造出來 提前研究預防措施 外界質疑 這只是中共專家們研發生物武器的藉口 這篇論文發表時間距離武漢疫情大爆發不到一年 問題2 為什麼武漢軍運會前 湖北甘肅同時舉行預防新冠病毒演習 2019年12月31號 中國首都通報 湖北省武漢市出現起因不明的肺炎病例 但巧合的是 湖北省政府9月舉行了一場 保軍運平安的演練活動 模擬了在機場通道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處置方式 還有流行病學的調查 臨時檢疫區域設置 隔離留驗 病例轉送和衛生處理等多個環節 問題3 為什麼11月份發現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直到1月20號仍隱瞞疫情還防堵消息外洩 擔心外界知道什麼 問題4 為什麼國家衛健委發文 禁止武漢進行新冠病毒的毒株檢測 還命令銷毀現有的樣本 並清除資料 據《財經網》報導 武漢市中心醫院呼吸科內科主任醫師趙蘇曾表示 該醫院去年12月24號 將首例華南海鮮市場的武漢肺炎患者的樣本 送到第三方檢測機構 進行基因檢測 3天後 檢測機構以電話通知 檢測結果是一種新的冠狀病毒 今年1月1號 湖北省衛健委一位官員 電話通知一家基因測序公司 不能再檢驗武漢有關肺炎病例的樣本 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 不能對外洩露樣本信息 也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數據 問題5 為什麼交不出0號病人 中國有6億隻天眼監控 號稱7分鐘就可以抓到犯罪者 網友質疑 在這套系統的監控下 找一位有名有姓 有入院資料的人很難嗎 問題6 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合作關係的 加拿大病毒學家為何突然暴死 外界認為去年加拿大逮捕走私病毒的中國科學家邱香果 證據直指中共有生物戰計劃 後來又發生 與邱香果為同事的加拿大病毒權威普拉末 2月4號在非洲肯尼亞開會時突然死亡 外界懷疑死因恐怕不單純 種種跡象都透露 發源於武漢的中共肺炎起因不尋常 問題7 為什麼從1月6號到今天為止 都堅持拒絕美國專家的調查和援助 中共當局至少三度拒絕 讓美國疾管預防中心派專家前往協助的要求 世衛組織派出的先遣隊也沒有美國專家 引發外界質疑 輿論認為 中共漠視生命 死要面子保證權 和擔心疫情真正源頭暴露 因此拒絕美國專家支援